第59届金鐘獎 吳康仁是以有生之年睽違八年 再度拿下市地 而雖然他因为拍戏 仍在中国无法出席颁奖典礼 不过仍然守在了直播前 同步的参与颁奖过程 还因为太感动 忍不住留下男儿泪 不过吳康仁日前 才和中国的经纪公司签约 引起不小的争议 最有资深媒体人 透过了脸书向他喊话 要记得栽培你的台湾戏剧群 人在中国拍戏 也不忘锦丁颁奖直播 一听到自己获奖 吳康仁瞬间感动到一度 无法言语 他不用很高兴 他不用很高兴 铁人啊 我会念啊 我写很多字呢 时隔八年再度夺下市地 吳康仁看着导演许兆润 替他领奖发表感言 看到直播忍不住红了眼眶 掉下男儿泪 除了感谢女友邵雨薇 一路陪伴支持 吴康仁也在脸书简单写下 收工了心里暖暖的 谢谢所有一起完成 有生之年的伙伴们 不过吴康仁日前不但宣布 和中国的经纪公司签约 还发文祝贺中国国庆 这一次金钟颁奖典礼 又没到场 让资深媒体人 迪志伟有感而发表示 评审是无私的 只把目光放在演技上 并借机喊话吴康仁 要记得栽培你的台湾戏剧圈 吴康仁演技在或肯定 二渡峰市地后的发展 也备受瞩目 解台北综合报道